今天我们做一个手工衣品 现在冬奥会 北京冬季奥运会最流行的一个 吉祥物 做一个橙子版的吉祥物 这是一个橙子 这是一个橙子 我们就用它来做一个橙子版的吉祥物 首先把这个橙子处理一下 要做吉祥物的话 首先要在橙子上面开一个洞 画下来 在橙子上面要开一个洞 它的脸部 还有它的外套 那之后呢 用这个橙薄皮器 还有橙子 还有橙子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拷下来 要把这个橙子要掏空 然后划好之后呢 这个橙子就要把它拨开 给它拨开 拨开 不要破破了 需要用这个皮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掏这个橙子的肉 需要拿一个碗 它会漏水 用一个勺子把它掏出来 慢慢地掏这个橙子不是那么好掏 需要用的是这个橙子的皮 所以需要把橙子的果肉一点一点的掏下来 掏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很多橙汁流出来 好 好 感谢观看 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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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吨吨的耳朵 一吨吨的耳朵 注意哦,他两个耳朵是反的 所以我们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方向 好,然后把这个耳朵放上去 我们最后再来按这个耳朵 最后再来按这个耳朵 耳朵 还有他的手臂 手臂 冰针针的手臂 手臂需要去做一个 反正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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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敦敦奥运吉祥 冬奥会吉祥 冰敦敦 成敦敦 成敦敦 敦敦敦敦 然后还有脚 然后还有脚 敦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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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敦� 要睡觉 是冰吞吞的小 看现在他的脚和手还有耳朵都有了 现在我们来画脸 画冰吞吞的脸 首先我们确定一下这个 他的整个脸的位置 一开始 再这样 身体一焦 我刚才并们高兴 喘死 那边 喘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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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找到它的鼻子吧 这个笔好像画不上去,我们要换一个笔 需要这种防水笔可以画上去 好 好,找到了鼻子和嘴巴的位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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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橘子的表面因为是凹凸不平的 所以画起来了 小心一点 汉语说冰敦敦 说冰敦敦敦敦 但是每个国家的语言可能 说都不一样 说这个词都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考考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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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要贴这个 是为了不要让唇子分离 这座橘子版的冰堂堂 冰堂堂现在比较难买 千斤一求一堂难得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制造一个 过年期间大家都有很多橘子 橘子很常见 这个材料非常好找 如果我们喜欢冰堂堂的话 可以自己做一个 在冬冬堂堂的时候 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冰堂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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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 好的,现在 来画耳朵 耳朵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耳朵和手连接起来 首先我们找一个牙签 固定一下这个耳朵的位置 固定一下耳朵的位置 这个耳朵的位置 这个耳朵 这个耳朵 这种耳朵的位置 平中的耳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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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朵 平中的耳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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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朵 平中的耳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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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朵 平中的耳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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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中耳朵 平中的耳朵 平中耳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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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中耳朵